加上我認為住了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 尤其是幫人家打開心結 有時候心結比身體上的病還要更難治癒 我也跟父母親談過 他認為我蠻適合讀心理器這條例的 我也曾經想過要當警察 畢竟很多心氣都是警察 然後厲害也可以當警察 看他們貴名之外的樣子心理是蠻像我們的 但警察工作很累 而且生補時要職業辦 但是我認為這個工作我很喜歡 所以在內我覺得都值得 然後我也曾經想過要去當主播 但是後來想想我會緊張 所以我覺得不適合當主播 而且當主播要非常的敢講 然後我就沒那個特質 所以適合住沒有 那我放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